最近,美国再次针对中国发出不负责的言论,美国声称感到不安,遭导弹专家霸气回腿,但网友们却洞悉了真相,敬请关注。 中国近几年的成绩可以说是有目共睹,不论是在科技还是军事领域,中国都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大决,但就在这个时候,美国再次针对中国发出不负责任的言论,声称感到不安,这是怎么回事? 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称,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多伯特·阿什利中将在接受采访时声称,中国时隔一年之后再度试射了东风4E洲际导弹,并表示中国2018年的弹道导弹发射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总和。 阿什利中将表示,美国为此感到了非常不安,东风4E即首次正式亮相,是在今年的十一期间作为目前中国的镇国重计之一,即代表着中国能屹立世界之灵的关键。 尽管对于他的参数官方并没有公布,我们也不是非常的清楚,但美国相关专家说起东风4E的数据来,可是详细的很。 因此在此次阿什利中将表示出不安的时候,就遭到了中国导弹专家杨成军的霸气回怼,不知道这些数据是如何统计出来的,这不过是美国出于偏见而对中国妄加指责。 毕竟美国媒体自己也承认,由于军事机密,对于中国导弹的一些信息,实际上美国并不是很清楚,但如果以数据就想说明威胁性的话,美国人为什么不谈谈自己呢? 根据媒体的记录,美国海军今年前五个月就连续发射了172次三叉戟洲际导弹,而这个数字甚至比很多国家的洲际导弹总数还多,按照美国人的逻辑,他们是不是应该先承认一下,他们才是威胁本身呢? 再者就像杨成军所说,美国的这些数据又是从何而来呢?我们的保密工作要做得这么差的话,美国真的会感到不安吗? 对此就有网友洞悉了这件事情的真相,他们表示,又到年底了,美国下一财年的军费预算也差不多有下文了,美国不过是在为要钱找借口而已,想想似乎确实如此,按说去年的数据,美国年初的时候应该就已经知道了,为什么现在才提出? 不过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借口罢了,就像不少网友所说,中国的战力在五角大楼眼里就是个弹簧,需要钱的时候它就强,需要信心了它就弱,可见这次美国的言论, 也不过是个笑话而已